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聞報道 今天是2月6日 星期一 現在氣溫是18度 外面是偶爾天晴 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逐漸轉得溫和 同時一度的雲帶正在為廣東帶來有雨的天氣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 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溫大約21度 早晚沿岸會有薄霧 吹和緩的偏東風 天文台也展望 明天天氣和暖 有薄霧 星期三風勢較大 本周中後期大致多雲有一兩陣趙雨 沒有疫情消息了 但今天大家不要忘記 2月6日是通關的大日子 是真正全面通關的大日子 所以跟大家多看一些 特別是關於羅湖口岸的通關消息 今天就是香港和內地的全面通關 回到內地無需預約和提供陰性核酸證明 全部口岸開放 包括香港人最常用的羅湖口岸 我小時候最有印象就是羅湖口岸 隨著自己大一點後 去到中學就試過是洛馬州和深圳灣 都是家人帶我去 繼續說回 港鐵的東鐵線恢復載客至羅湖站 超過100名乘客搭頭班車 去到羅湖站的月台等候 在早上6時半的時候 入境處的職員拉起了羅湖關口的鐵閘 相隔了三年 終於重開 超過100人拖著行李箱進入香港的離境大堂 對於免核酸和免配額 有兩年未回過鄉下探親的長者就說 等了很久 覺得等得很辛苦 接受訪問的羅先生 他一早凌晨5時 在上水站未開閘的時候 已經在外面等著 有記者就拍到他 即是表示記者和他一樣 那麼神心 羅先生就說 他在廣州從事飲食生意超過20年 太太也在內地居住 疫情三年 他第一次回內地處理股票問題 之後的兩年都沒有回去 所以趁著放寬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回到內地 被問為何你選擇羅湖口岸 他就說 因為習慣了羅湖口岸 對於他來說 他就會覺得 洛馬州不方便 又要轉來轉去 始終要在深圳坐火車去廣州 還有另一個受訪的龍先生 他就直認自己是長者 他就說 又要核酸又要預約 對於老人家來說 很麻煩 不懂做 現在沒有那麼麻煩 所以 就直接一炮過回上去 有很多的遊客 都表示 你不用做核酸的話 就方便很多 有時候不是錢的問題 都是那句 你要額外再抽時間做核酸的話 對於一個工作量比較多的人來說 其實真的不方便 下一則新聞 應界港者亞軍許子孫 自從參選以來 是非多多 被傳曾經是 和翻版的物名師 張光儀當眾 罵大交 其實當時被視為熱門的他 最後輸給林玉慧 只能屈居亞軍 在得知賽的那一刻 當場黑面 近日他自己也多次缺席 以港者的身份出席活動 往往那些活動 只有港者冠軍林玉慧 以及貴軍梁超儀 還有友誼小姐出席 被網民炮軍不盡責 沒有履行港者的義務和人品差 這個許子孫也在instagram 親自留言反擊就說 這裏不歡迎黑粉 你不喜歡就可以離開 亦有報導說 許子孫向TVB要求提早解除港者合約 恢復自由身 原因並不是不甘心做林玉慧的報警版 而是抵受不住娛樂圈的壓力 據指 TVB不希望發生2008年 港者冠軍張書雅的歷史重演 要找其他港者為新一屆的港者加冕 日前積極地在游說許子孫 你等多一年 等新一屆的港者加冕 你就可以缺席活動 但他就去意已決 希望盡快恢復自由身 另外亦有消息說 許子孫因為要去到內地工作 TVB亦尊重他的決定 除非是有錢賺 否則他都不需要出席公司的活動 總之就是 因為你冠亞季其實要一起出現才有意思 你永遠少了一個的話 會令到無線電視沒有面 當初在港者競爭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為何林玉慧會爆冷 為何不是這個許子孫贏 其實冠亞季這些事情 TVB都應該要自己想過度過 有時候冠亞季這些 究竟是不是真的分數高 就代表一定給他冠亞季 即是站在一間公司的立場 當然就是希望給冠亞季的那三個人 是叫做Easy to Control 如果你給一個本身極度優秀的人冠軍的話 他隨時根本都不屑於你所謂港者的名銜 隨時任意離開 任意離開的話 到最後 TVB就等於捧起石頭 打自己的腳 雖然說 比賽要公平公正 一定是要無私 但實際上 用一個商業社會的運作來說 往往冠軍未必是比最優秀的人 是比最適合能夠跟TVB合作的那三個人 當然你都需要有一定的實力 這就是我的看法 可能也會有些觀眾不同意 下一則新聞 有休班警員涉嫌 有些字眼我不能這樣說出來 總之就是 不要對待他的小孩而被捕 經過調查後 被落案起訴 將會在今日認訊 在去年10月21日 警方接獲報案 一名男子早前在青衣單位 懷疑因為管教問題 就罰他的七歲女女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 經過初步調查後 在10月22日 就逮捕了這個姓羅的38歲本地男子 這個人是一個休班警員 目前被停職 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 任何人光泛違法行為 警隊也是絕不容忍和姑息 必定是嚴正處理的 現在的小朋友 不可以這麼容易 就說藤條燜豬肉 很多時候都是要說道理的 我又不是想說 自己吃過藤條燜豬肉 就代表很威風 有時候就以前有些錯過的東西 錯了就算了 現在叫做看結果 我都叫做沒有學壞 也沒有說不喜歡父母 但是呢 新世代的時候 能夠不需要打屁股的 就不要打屁股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這一則新聞 跟我有少少關係 是不是井仔有壞事上新聞呢 沒有關係 是說的 昨天為了慶祝元宵佳節 香港的屯門梁田村 就舉辦了 漢漢 漢漢是甚麼意思呢 漢是漢見過見 第二個漢是漢服過漢 叫做漢漢匯蝶營新春的盤菜宴 有接近三百名 是來自匯蝶公益和嘉賓 聚首一堂 共享美食盛宴 除了美食之外 也有極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歌舞演出 給鄉親父老去欣賞 我也是獲邀出席的一個 原來作為被邀請的人 坐過那張桌子也是最靠前的桌子 昨天的盤菜宴 我不是開玩笑 是人生吃過最好吃的盤菜 除了食物夠熱 食物夠入味 五花肉等 很棒之外 是說盤菜大家吃到差不多之後 還有人拿羊肉煲上來再煲 所以我那台 因為我那台相對人比較少 所以 不要說兩個鍋 只是一個鍋 大家也吃不完 我已經很積極地去吃 但是也是吃不完 還有盤菜我想說 可以說是吃肉獸的美夢 因為裡面很多肉 但是菜疏那方面不多 不過後期 因為有羊腩煲的時候 都放了一些青菜 給大家喜歡的 就放上去錄 最重要的是這個盤菜宴 可以聽到何律師分享 以及何律師邀請了很多重磅人物 包括超多的立法會議員 不過他們通常都是上去分享完之後 飯都趕不及吃 那就要走下一場 另外也邀請了很多KOL 例如是 去找人拍照 留念 以及 於我而言 再說一次 我是很感謝何律師邀請 還有想不到 原來何律師認識我 是三番四次 故意走過來拍我肩膀 又跟我說 待會你也一起上來分享 所以 也很感謝何律師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上台 作為一個相對年輕少少的KOL 去分享自己的感受 好了 不說那麼多我的事 下一則新聞 深水埗發生了車內盜竊案 網上封傳了兩段閉路電視短片 可以看到 一個持手提包 戴著男帽 戴著口罩的男人 拿著磚頭 走向一輛 停泊在咪錶的 橙色私家車 左看右看後 隨即拿磚 扔到司機位 第一次 車戶 紋絲未動 拍一聲 就反彈磚頭 在地上 男人繼續繞圈 然後 再拿磚頭 故技重施 第二次 終於令到 車窗玻璃爆了 成功開到車門 之後 他就四處翻走 全程 最少四分鐘 期間 有幾名圖人路過 包括一對情侶 女方 更加一度遭到客窒 大步 向後退 另外一段 天眼片段 可以看到 這個男子 開著磚頭 再調向另一架 黑色私家車 但調了多次都未成功 更加 警方說 敲不到司機位 敲後面的位 但是 剛好這個玻璃很厲害 所以 也是紋絲不動 最後 他只好放下磚頭 離開 警方表示 在2月4日 早上10時25分 接獲一名男子報案 他說 他那架橙色私家車停泊在大南街73號對開 但是 在拿車的時候 發現了 車窗就破壞 車內有一張記憶卡不易而非 列作為車內盜竊案處理 另外一宗案件 沒有接獲報案 我就好奇 究竟是用什麼玻璃 還是說人家有心爆隔 拿磚頭也打不破你的玻璃 都不妨介紹一下給大家 即是質量這麼好 好啦 下一單新聞 昨天就是元宵佳節 晚上在新界北區多處 就不斷有人放煙花慶祝 其中在粉嶺為民間煙花 就放未停 由晚上8點開始 就不斷放放放 放到晚上11點的時候 仍然還是有煙花聲 遠處都清晰可見 據了解 粉嶺完夜晚就舉行了元宵晚會 有不少的村民放煙花 和仙女棒 人頭湧湧 另外在元朗公甘路近田遼村 和大崎嶺一帶 也有人放煙花和炮掌 警方表示接獲相關保安 但到場調查時 還沒有發現 大家要知道 放煙花是犯法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罰款25,000元 和監禁6個月 市民就切勿以身示法 雖然我們昨天 在屯門入村 入糧田村 但是我們在座三百多人 每個人都是奉公守法的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喜慶而放煙花 說多一點 其實昨天何律師 我看到他 整個人很開心 很興奮 很hyper 甚至乎 在抽獎環節的時候 何律師是自己私人 再扔一千元出來 去給別人抽獎 有少少的現金利是獎 我的話 我就一封都抽不到 不過我就抽中了一個 挺精美的水晶球 水晶球下面有個底座 寫一些如意吉祥 如果做生意 就找多些類似祝福說話 下一則新聞 竹高灣隔離中心 近日爆出勞資糾紛 香港政府在1月30日起 撤銷了確診者的隔離令安排 社區隔離措施 會運作到2月28日 有報章得知 在竹高灣隔離檢疫中心有員工說 資方是以衛生署要求減少人手編制為由 要求大批外判保安員和清潔工作 需要在2月12日提早離職 引起員工的不滿 有員工就說 被人欺騙 就哄去簽了一份自願離職文件 擔心沒辦法獲得遣散費和約滿酬金 正在醞釀行動 包括在今天去勞工處申索求助 有員工估計有一半的保安員 大概500名和清潔工面臨解僱 當然理解為何他們這麼在意 因為他們知道這份工基本上就沒有下次 能夠做多10天就做多10天 但資方似乎不算是違法合約精神 哄別人去簽一些自願離職文件 去為自己減少工人的薪金開支 這些就慢慢交給勞工處處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時候 在尖沙咀廣東道一帶的名店街 就已經慢慢開始見到人流 有內地的旅客 慕名而來購買名牌手袋和服飾 有來自深圳的旅客滿意這次購物體驗 認為可以比美澳門的服務態度 在全面通關之後 也會再次來港旅行 但也有遊客表示 店員的服務態度已經倒退 是不及疫情前的質素 下一則新聞 踏入疫情復償後的第一個元宵節 傳統售賣湯圓的老字號 叫做文鋒粉麵行 就大排長龍 顧客最少花了40分鐘或以上 才成功排到店鋪門外 有熟客為了避免群眾聚集 已經超過一年沒有光顧 因此甘願在此等待 有店舖的負責人表示 由於麵粉不斷漲價 但為了與街坊共渡時間 暫時不會加價 說起昨天有什麼少少可惜的 就是沒有吃湯圓 因為現場沒有湯圓提供 不過吃了一個盤菜 也有足夠的意頭 下一則新聞 先說一則日本新聞 日本有一個地下女子偶像 傳出遭刺殺消息 說她沒有穿衣服 在日本東京府市中心 一間情侶酒店裡 被人發現她身中多多 旅館的人員因為到了時間 但發現沒有人開門 報警爆門後發現到這個慘案 日本警方已經拘捕了54歲的無業男子 這些也是偶像和粉絲之間的事情 有時候這些男男女女的事情很難說 但為何又會跟別人上去酒店房 這些情節就大家明白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上午11點的時候 一個50歲持有香港身份證的瑞士籍男子 去到中環荷里活道32號3樓一間健身室運動的時候 在踩了健身單車半小時左右 就暈倒 從單車上就倒地 她的同行姓陳的男性朋友 就見了立即報警 試著陷入昏迷 救護人員就抵制現場把她送去勒敦治醫院搶救 可惜救不回 延至到12點43分就證實了不治 警方正在調查死者的身體狀況 案件就會交給中區集巷調查組跟進 下一則新聞 在高雄 即是在台灣 有一個29歲的女子 在2月3號 臨近夜晚11點的時候 駕駛電單車行經她們那條叫鳳松路 由於手機跌了到馬路中間 於是就停了電單車在路邊 然後就橫跨馬路去撿手機 即是說 在馬路自己駕駛電單車的時候 手機跌了 在一條馬路中心那裡 在說三條行車線 手機跌了在中間那條線 接著這個人 施施然在路中心停了自己的電單車 走後幾步去撿自己的手機 結果就被一架旅遊巴擊中了 手中的安全帽就脫落 並且說 當場失去了呼吸 沒有生命跡象 在2月4日凌晨送院之後 就證實不治 有時候在馬路中間撿東西 真的險象還生 即使你不是高速公路也好 你在大馬路中心 別人的心 根本沒有遇過那路會有人 特別是在大馬路中間 永遠只有車 你無緣無故在夜晚11點 有個人在這裡 真的看不到 搞到被人撞的話 真的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有時候 即是你說手機千多元很嚴重 但是 條命仔比較重要 還是手機比較重要 這些就應該要去衡量一下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隨處便匿有為功德 這位大叔居然站在街邊 一邊吸煙一邊小便 更加對著垃圾桶小便 口罩就叫做有帶 不過整個就拉了下去下巴 然後還擔著飛煙 被人拍了照 有網民見到相片之後 直呼相當恐怖 就說現場沒有多遠都已經有廁所 質疑是否走多兩步都忍不住 有人就直斥了 相中的男子行為 同時就已經觸發了至少兩條罪 第一條罪就叫做 包括在公眾地方便利 和違反了口罩令 認為執法部門應該加強巡查 去保持使用 最想知道 如果有些政府部門經過 會否假裝看不到 還是膽敢走過去說它呢 即是你走去拔鼠鼠 拔到垃圾桶那裡 到其時清潔工人不知道的話 可能握一握垃圾之後 全部小便便便回來了 還有水這件事很重的 又辛苦了清潔工人當中的負擔 下一則新聞 跟進新聞 前天堂鳥成員搞那間咖啡店 在2月2日開張 晚上隨即被人刑事毀壞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後 在2月3日以刑事毀壞和盜竊罪 拘捕了三名非華裔男子 相信他們以接單形式 收取報酬去犯案 相信背後有人指使 案件仍然是調查當中 警方表示被捕的人士 原來他們只是16至24歲 全部都是拿著逛街址 收錢去幫人做事 提到 相信事件並不涉及保護費 而是接單去做事 究竟哪一個是這麼大仇口呢? 如果找到的話 可能隨時會有其他娛樂圈中人被捕 下一則新聞 九龍城發生了商人刑事案 今天凌晨5時 一個滿身酒氣的男子 和朋友闖入太子道西 和龍江道交界的麥當勞 大肆破壞 不斷在那裡拋物 還要毀壞別人的收銀櫃桌 一個34歲姓梁的男職員 上前祭祀期間 被罪漢打傷頭、臉和咬他的手 事後碰內的金屬架翻側 地上圍落了多包茄汁 警員接報後 找到姓盧的41歲罪漢 以涉嫌襲擊和刑事毀壞 將他拘捕 講起這些醉酒人士 有時候乘搭地鐵時 會見過這些人 老實說 見到一定是避而遠之 因為通常醉了那些人 不知為何和所有圖人都特別熱情 特別是說 如果是年輕貌美的女士 他們就會更加熱情到處 跟別人說話 不知為何 我不是年輕貌美的女士 但見到這些人都會被知則吉 因為他們所有的行為和手捕動作 都是大開大盒的 我都很害怕被他拚到 所以見到這些人就有事先走了 下一則新聞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他們就說 在2030年前 需要排放40萬噸的核廢水入海 東電就說 第一核電站有1066個儲存官 可以儲存132萬噸的核廢水 但他們都打算和全世界攬炒 打算把核廢水倒入海 污染了海洋之後 讓大家不能吃海鮮 不敢吃魚生 其實日本是間接在摧毀自己的經濟 因為日本這些四面環海的島國 他們自己就是靠那些什麼魚山 三文魚 那些東西而出名的 但是你自己自己去破壞附近的海域的話 到其實日本特別是飲食業那一方面 就更加雪上加霜 不明白為什麼 其實作為一個國家 就應該要有保護世界和平的責任 那些核廢水你自己搞出來 你就自己想辦法裝著它 你要倒入海裡 隨著那些洋流 和大家攬炒 下一則新聞 屯門發生了刑事毀壞案 在今天凌晨2時 有陶人路經南地大街36號地下 一間地產店時 發現這間店鋪四道玻璃櫥窗和大門 都是情資專網的爆裂狀態 部分更加被硬物擊穿了大洞 玻璃碎四散一地 立即報警 警員到場後 列作為刑事毀壞案處理 以及聯絡負責人 說回了解 據稱這間地產店已經開了八至九年 上述地址附近的一間夾公仔店 之前被人淋過紅油 警方正在調查究竟是否有關聯 下一則新聞 一個報稱任職室內設計師的34歲男子 在2月4日上午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庭拍片和拍照 被警方以涉嫌遊蕩和藐視法庭罪拘捕 正在被扣留調查中 下一則新聞 警方根據線報和調查 前天在屯門打擊非法藥物的行動 以涉嫌泛運危險藥物和管有仿製火器 拘捕了一個25歲的男子 檢獲市值大約12000元的非法藥物 以及一支65厘米長的仿製槍械 被捕男子正在被扣留調查 下一則新聞 在大埔區的臨村河 長期有漁船橫停泊 幾乎是霸佔整條河道 漁民更加以承索 將漁船和漁船之間扣起 即是鐵索連環 不過不是鐵索 總之他們都是用繩鎖住 並綁在天橋的欄杆穩固船身 有市民擔心 其實他們這樣停泊在這裏 其實跟車一樣 你停泊在這裏 你就會妨礙其他車走出走入 而且你用繩綁住 擔心會有火燒連環船的危機 翻查資料 海事處過去一直有跟進上述的可道事宜 但似乎沒有收拾得那麼靜 因為有記者在現場視察說 發現現場的船拼在一起超迫 中間的空位是連五米闊都沒有 相信不能被任何的船隻通過 希望能夠做多些事 既然幾十年前的堵塞問題都能夠處理到 現在的船隻問題都應該能夠處理到 如果有些人的船真的固定要在這裏 就能夠將它扣押著船 就像汽車一樣 都可以叫拖車一樣 下一則新聞 羅湖懲教所在昨天早上有女在囚人員襲擊職員 事發在早上7時39分 一個上個月以欺詐手段逃避法律罪被判入獄的 38歲女在囚者在囚室外面突然情緒失控 襲擊一個懲教人員 在場的懲教人員立即制止 並叫人來幫忙 最後遇襲的懲教人員手腳受傷 被轉介到公立醫院作進一步治理 至於施襲者手、腳、頸受傷 無需送丸事件已經交給警方調查 下一則新聞 深水埗發生火警 在昨天早上10時 警方接獲多個報案 指在深水埗的黃竹街25號地下 一個自助洗衣店突然起火 大量濃煙衝上半空 消防出動一條喉和一隊煙霧隊 到場將火救息 福華街右轉到黃竹街一段需要暫時封閉 洗衣店內的機器、文件和雜物被焚毀 火警不排除與電器短路有關 警方正在聯絡店主 中電也派人員到場檢查 事件中無人受傷 最後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11時 警方接獲報案 指在亞公岩村道5號仰和東區醫療中心外面 一架垃圾車無煙起火 消防到場將火救息 在垃圾車內的垃圾堆找到一個化寶盤 懷疑是因為火種還未熄滅 有些人就放進去 最後那些垃圾和火種 在裡面不斷地燃燒 讓生火災 而且裡面有發寶膠等等的雜物 很容易被燃燒 大家想像到 垃圾本身臭 你還要放火 不是放火 總之起火 然後消防 為了救火 又要打開 然後還要淋水 到時候那股味 真是相當不得了 我小時候也不明白 為何化寶盤燒完便燒完 又要刻意加水 我以前是真心覺得 那些人又冷靜驚 有什麼意思呢 都燒完 現在才淋水 有什麼用 你真的要淋的 等它著火才淋 現在長大了 上到中學之後 就讀了麥理 終於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人家不是為了救色長火 是擔心死灰鳳 所以才淋水上去降溫 如果在化寶盤著火的時候 就這樣倒水的話 反而有機會 那些火是透過水的彈 到時候會有些很熱的水 或者有些火花 彈到身上也不頂 總之 各位 如果燒什麼東西的時候 最重要是注意火種 你燒到外面的東西又不好 你燒到自己的家 就更加不好 對吧 好了 今集的神早新聞 就來到這裏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